随着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热播 韩星金秀贤在内地的人气可谓是直接爆表 而5日金秀贤也是空降上海 出席由《飞吃小铺》举办的粉丝见面会 这场见面会现场聚集了300名粉丝 虽然都民军西还没有到场 也抵挡不住现场粉丝对他的热情 而当金秀贤抵达见面会后 更是点燃现场的尖叫和热情 尽管当天的亮相有些匆匆 不过金秀贤看似心情很不错 在主持人简短的采访中 不停卖萌上演表演秀 更有幸运的粉丝获得了近距离签名和合影的机会 对于中国粉丝的热情 金秀贤也是印象深刻 金秀贤通过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 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新生代巨星 巨大的影响力使他成为了粉丝和品牌的宠爱 不仅活动门票一票难求 但颜身价也领穿新高 而当主持人问及众多影视剧当中最喜欢哪个角色是 金秀贤也谦虚地表示道 我现在的金秀贤也感谢观看得下的角色 我希望我感到很难过 我从2009年、2007年键 金秀贤也感谢观看得下 2014年键 金秀贤也感谢观看得下的角色 被问及见到粉丝的心情时 多明俊希立刻患上了一副害羞的表情 自嘲大名男青年需要靠保养 为了让自己能以最好的状态与粉丝见面 连续做了两碗的面膜 在粉丝见面会上 金秀贤也代表非诗小铺品牌进行了捐赠 善款将全部捐赠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的春雷计划 用以帮助更多诗学女童重返校园 对于为何自己会受到众多粉丝和品牌的喜爱 金秀贤也腼腆地回应道 没想到我认为 我不认为 不认为 有种自然的感觉 和感觉 这种感觉 我认为 这套中的感觉 成功的感觉 在我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